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篇评书《姚明传》第29回 上回书说到2002年CBA总决赛照样是在上海和8-1之间上演 双方前两战战成一比一平 上海第二战大胜8-132分创造了CBA总决赛历史上分差 也创造了8-1队输份最多的记录 在总决赛第三战开始之前 姚明在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对着电视镜头说了这么句话 说8-1队已经没办法跟我们再拼了 他们已经老了 老了 连破老蚁你们打不动了 这话是在上海电视台说的 二三场之间 那么第二场和第三场都在上海 上海连续打俩主场 八一队下榻在卢湾体育馆旁边不远的一个明珠大酒店 那时候上上海打客场的球队都住在那 市中心离徐家会很近 赵家帮路上 跟屋里边晚上也看电视 也看体育新闻 看这上海台的体育新闻 里边姚明蹭蹦出来了 说了这帮老家伙你们老了 看着电视 八一队可就急了 听完姚明说这段话 一个个是血贯同仁 双眉倒树 二目圆征 小子你说什么呢 你可以说实力上八一队现在不如你了 是 你承认 可是那个年代 谁敢说八一队拼不动 谁敢说八一队拼不了命 所有人对八一队都得尊重 都得挑大拇歌 八一队半决赛三比零 轻松击败山东 有一场刘一栋得58分 山东队老帅叫叶鹏 比赛之后说八一队真不愧是解放军打天下 我们得跟八一学习 全国谁不敢 谁不得说跟八一队学习 大伙也知道 八一队这个优势是体制决定的 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可是这些篮球精英 当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他们拿了这么多冠军 打了这么多硬仗的时候 这支球队有着其他球队所没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而且来说八一队从训练上就是所有球队里边练得最苦的最好 很少有球队像八一队练得这么玩命 无论是老将还是年轻出源 上场就得拼命 这是八一队的根 这是八一队的魂 这股的劲头 谁都得挑大目隔 现在来说 你一个22岁的毛孩子 你敢说八一队老了 拼不动了 你要疯了 老哥几个真急了 八一队的主教练阿蒂江 那个赛季是第一个赛季当八一队的主教练 这说来时光任然 岁月如梭 一眨眼十年过去了 阿蒂岁数也大 那时候年轻教练阿蒂江 打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绰号中国的魔术师 运球这是一决新疆人 多少年来中国运球最纯熟的侯卫 有他的时候中国南南不怕紧逼 一人就破了 你发人逼他一人就破你紧逼 逼不下来 小子说阿蒂江是运着球 在新疆这十字路上上学 这球绷在这十字上 不定往哪弹 可不是很光滑的路面 不定往哪弹 这手随时都得把球找回来 练这个球性 练就了这一手绝招 球运的手上跟长的身上一样 多少个人抢不下来 那时候退了一 头一个赛季当主教练 从王妃手里把帅位接过来 在场边一站西装革履 有时候穿身大衣 脑袋上戴一贝雷帽 生得浓眉大眼 有胡子 非常非常帅 而且在场边经常喜欢做一个动作 用这手架着自个儿的下方 也不是这么架着 也不是这么架着 后来我一看 现在这90后都是学他 阿底江的这个姿势 听完姚明在电视上说这段 阿底江也急了 这小子说什么呢 阿底江跟邱平关系很好 巴一跟上海 你别看两边场上掐这么狠 两边俱乐部之间关系很好 教练跟教练关系很好 官员跟官员关系很好 阿底江给邱平打电话 说你呀 你杠上姚明 少在电视上胡说八道 我都看了 我们都看了 他有什么呀 他不就是两米再加26吗 有什么信心呢 电线根子高 铲车能让他躺下 场景路个儿高 狮子能生斥了他 杠上了 别废话 邱平赶紧打圆场吧 哎呀 这个没事 可能是电视台的媒体记者 逗着他说的 这最讨厌 我跟你说 往往是他们说了什么话之后 就赖媒体赖我们 都是他们逗着我们说的 就是让你们怎么那么好逗 是不是 都是自个儿说了 完了呢 往回找的时候 赖媒体 好多事啊 不光是这件事 大家想想 所以这个有事赖媒体的都是坏人 开玩笑 邱平赶紧打圆场吧 别跟小孩这个一般见识啊 没事 他年轻啊 算了 咱们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没用 没用 八一拳击了 太阳穴全都拥着 眼睛全都瞪着 胸脯子全都挺着 拳头钻得歌崩歌崩直响 总决赛第三战之前 跟上海队见着面 跟姚明见着面 都不说话 怒目而是 平时都聊了一天 虽然打这么凶 但是关系不错 聊会儿 姚明也是小弟弟 这边大哥哥聊几句 有时候叫大熊猫 是吧 那意思 他珍贵啊 当时他是国宝啊 熊猫来了 老将范滨 管姚明叫丹佛 丹佛嘛 恐龙嘛 动画片看过吗 最后一只恐龙丹佛 那这形容他珍贵 老范一见着姚明就丹佛 在国家队 老范跟姚明也是室友 俩人关系也很好 但那天老范之前也没说话 甭说 刘一董离难了 那怒目而是 当时来说 姚明有朋友 跟姚明就说了 就哎呦 你看吧 一对 全集了 跟媒体也说了 玩命 今天120% 战斗力要大爆发 小宇宙要爆炸 你这 你把老哥几个都斗急了 这要是你们输了 你们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你没事 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嘛 姚明 要不说 这时候确实有魅力 姚明说 要是输了 我认了 那就是我们打不过人家 人家一击 我们就 我们就打不过了 人家120% 一发挥 我们就完了 那我认 比赛就是真刀真枪 第三战 上海卢湾体育馆 八一队爆发出 120%的战斗力 跟上海队力拼到底 卢湾体育馆现场 三四千名的上海球迷 眼睁睁的瞅着八一拼了 惊恐万壮 八一队三分球 剑如雨下 跟缩镖似的 一根一根又一根 插着鲨鱼的身上 八一队永不可挡 那一战 刘于栋得了47分 李楠得了34分 张进松得了27分 老哥仨加一块 一百多分 但是硬了 姚明之前自己说那句话 如果人家一发挥 所以我们就输了 那就是我们不配拿这冠军 我们得证明 我得证明 我们配拿这冠军 还得说 姚明在总决赛当中 02年已经证明了 自己拥有了CBA 绝无仅有 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治力 他在这一战 拿下了CBA总决赛历史上 投一个40加20 46分 23个篮板 46分 23个篮板 什么概念 完全控制了内线 刘于栋 李楠张进松确实能扔 确实能投 站在内线 三秒去一里是姚明的天下 得内线者 得天下 在最后时刻 姚明连得7分 攻防都是绝对核心 在进攻上 姚明的翻身跳投 勾手 前场篮球 二次进攻 没有人挡得住 列位 还真就是两米再加26 阿蒂说 你不就两米再加26 是 两米再加26 真没人挡得了 129 比122 上海赢得了这一战 距离冠军 真正是只有 一步之遥 姚明把老哥几个火点起来了 但是姚明最终赢得了这场 熬战 两天之后 第四战 回到宁波 一切都预计着上海 有可能在这里成为CBA历史上第二支赢得冠军的球队 首先一个来说 第四战和第三战只隔一天 第三战是星期三 第四战是星期五 如果有第五战是星期天 只隔一天 对于老将们来说 对于八一队老哥几个来说 这个体力不好恢复 第二个来说 在第三战当中 八一队拼得太狠了 二老 刘一栋 李南伤了 刘一栋 手腕伤了 李南 膝盖伤了 李南没法像之前 打得那么出色 那么痛快 上海电视台意识到了这一切 启动了史无前例的转播规模 因为上海队已经赛典在手 他们在宁波雅歌体育馆的副馆里边 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演播室 而在现场 在场边的过道 通道里面 你可以看见准备颁奖的背板上面写着总冠军 同时还有奖杯到现场的领导们和身穿红色旗袍的礼仪小姐们都预示着这将是一个颁奖之意 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 但我相信很多球迷 特别是CBA的球迷都会记得那个夜晚 2002年4月20号 那一天 宁波是鲍鱼倾盆 没见过那么大的雨 整个宁波仿佛化成了一座水城 双方要展开一场决战 而天空中的这场鲍鱼仿佛是在为伟大的王朝哭泣 那一战八一队拼进了最后一颗子弹 拼光了最后一滴血 到最后八一队仍然有机会 只剩七秒的时候 当时上海队还领先两分 而刘玉栋在中场前七秒 在左侧三分线外抬手命中 所有战术都跑死了 还得说是刘玉栋 抬手就进了 三分入网 让八一队反超一分 当时122比121 雅各尔体育馆山呼海啸 球迷都快哭了 眼泪都出来了 刘玉栋那年太深了 从一开始深到最后一球 那球都能投进去 李秋平赶紧给上海队叫了暂停 布置了一个战术 球发出来 姚明在第一线 很多球迷都记得那个场景 在第一线转身投篮不中 但是八一队老个儿几个跳不起来了 上海队的小个儿外援叫史蒂文哈特 能跳 在那个赛季 CBA口篮大赛当中也曾经赢得了口篮大赛冠军 他在篮筐另一侧 蹭的飞了起来 在中场哨响之前把球点进了篮筐 最后一秒 最后一球 123比122 上海队赢得了总决赛的最后一战 上海的运动员们都疯了 忘情的奔跑进了球场 姚明高举着双臂 庆祝这个冠军 整个球场一片寂静 要不说宁波球迷那时候真的好 不说话 也不骂上海队 上海队在场地当中庆祝冠军 宁波的球迷 后来大家伙一起给八一鼓掌 仍然在呐喊着 仍然在为八一队呐喊着 哪怕比赛已经结束了 这是宁波举办八一队的第66个主场 赛前宁波球迷打出一个标语叫V66 当初正好 诺基亚处理手机很有名 V66 66场连胜 最后连胜是停止在65场上 上海队赢得了冠军 这一夜姚明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梦想 咱们这部书说到现在 在这个主线29回了 这个主线 姚明的成长 上海的成长 就是瞄着八一 瞄着大志 姚明的目标就是挑战八一 击败八一 这是姚明在中国篮球 在CBA的终极梦想 而这一夜姚明做到了 虽然说 还有遗憾 八一队里边没有王志志 姚明从来没有在中国的任何比赛当中 从王志志手上夺走过冠军 一碰冠军战 姚明准是输的那头 但是这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 这已经是上海第一个全国冠军 此时此刻姚明也知道 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挡他去NBA了 您再不让我去 您跟上方也没法汇报了 这一夜就是姚明在CBA的巅峰 也是姚明在CBA的最后一站 这一天晚上姚明也破了力了 跟八一队老哥几个出去喝 喝到三点半 跟阿弟 跟刘一栋 李呢老哥几个 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把酒言欢 人一沾着酒 就动情 一动情就说实话 姚明说 我在电视上这么说 我不对 我心里也不是那么想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一年36场球 常规赛24场 季后赛 这么多 加在一块 最有价值的 就是跟你们这六场球 真正有价值就这六场球 我最尊重的就是八一队 就是你们 你们是我的目标 感谢列位大哥 大伙那天晚上喝得很好 一直是喝到了夜里 三点半 姚明越说越没 那夜窗外的雨是越下 越急 姚明传有奖竞答 第28回的答案是 在2001到2002CBA常规赛当中 刘一栋一共有四场比赛 单场超越了50分 四场比赛 中奖名单每周二前 公布在安踏安委会页面 姚明传有奖竞答 第29回的题目是 在2001到2002CBA总决赛当中 上海队是以什么样的比分 击败了八一队 获得冠军 请网友到安踏安委会页面 发送答案 回答正确的网友 极有机会赢取安踏实务 或胡断讲义 正确答案将在下一回节目中进行公布 请网友务必在答案公布前参与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